大家好我是鹿大豹 我今天來到了KHK的錄音室 第一次進錄音室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準備器材 就連小鼓髮我都不知道要如何選擇 但是因為進了錄音室之後 我學到的這些東西 譬如說聲音比較乾 聲音比較濕 或是怎樣的聲音可以比較飽滿 怎樣的聲音會是比較薄一點的 就是這個東西都是在進錄音室 你真的聽到它錄進去之後才會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錄音最有趣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 除了拍子要穩 除了打的要對 之外你的表演也要很好看 但是錄音室不是 你錄出來的作品 讓人家用耳朵就可以有眼睛的想像力 其實還要加上很多情緒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錄音的時候會非常耗體力 因為我們等於是用盡全力去打 但其實錄音不是 你其實除了體力控制之外 你還要演戲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東西是蠻不一樣的 曲風很多樣 就是從很重的到比較輕柔的都是很適合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鼓頻 或是你使用不同的打擊方式 它可以呈現樂曲的多樣性 對 這是我覺得Bony 屌的地方 我給第一次進錄音室的人的建議是 就是歌曲的段落要非常明確 然後你的器材要選的正確 這樣進錄音室才不會耗太多的時間 因為分秒必爭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錢 對 就是這樣 這天人到這裡 是手から穿距離 有熬採子 還有 may 還 чем 半 雷 descend 快 我 不 像